嗨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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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Vogue的朋友 嗨 歡迎來玩家 坐坐 你要去哪 來 坐下 這三隻呢 是我生命當中最重要的家人 應該是說呢 四隻 有一隻呢 就在回陽台的那棵樹裡 因為我其實之前養的是那一隻狗狗 但牠過世了 我就想說 我要把我的愛延續 所以我就先找了跟牠長得很像的雪納瑞 五個多月的時候我把牠領養來 第二隻是中間這個很黏人的 牠前主人就是那個美妝老師 Sam老師 第三隻是牠 牠才跟我相處一年 牠來家裡的時候經歷過好多次手術 所以牠長得有一點怪 這就是這邊有一點塌陷 所以我幫牠取名叫樂樂 我希望牠到我家之後 都可以非常的快樂 對不對 其實我就是很喜歡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家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排排站好 還有我們家的狗狗 牠們也有屬於自己的專屬衣櫃 而且因為是三隻 所以每一件衣服我各一件 然後呢 我要講的是這個 台灣寒流的時候可以給牠們穿 很可愛喔 我現在叫牠們來示範 去吧 來 你來當模特兒示範好不好 來 來 來 樂樂你也來 來 我聽到有人在笑 我在人生中遇到了我的貴人 那個貴人呢 就是一個香港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女藝人 她送我的生日禮物 就是這個LB的 算護照套這樣子 這位女藝人呢 她是誰 不方便透露名字 但是我一講大家就可以去查 我會認識她是因為 她來台灣拍了一部八點檔連續劇 我在戲裡面演她的妹妹 所以因此我跟她結下了良好的緣分 然後所以我去香港工作的時候 她就非常非常的照顧我 我平常穿著就是戴個棒球帽 然後寬鬆的褲子 然後就是背一個很大的背包這樣子 我也是因為從她的身上 學會了什麼叫做女人 什麼叫做女神 我是一個外套控 第一次接觸的名牌大衣 這時候開始呢 我就愛上了這個品牌所有的衣服 所以他們家的大衣 我幾乎都有在收集 還有這個也是 但是它是黑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 因為拍戲所以去買了 那時候就想說 哇 淋雨戲 而且那天剛好寒流 是我就是為了工作而買的外套 但之後都不太穿得到了衣服 今年是女人都夢想有一件的名牌大衣 我看到她就愛上她 因為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孫義者 這一區呢全部都是否工作用的衣服 就是洋裝比較居多 這件裙子我已經大概穿了四年了 就是一個穿起來有一點膨膨的裙子 上面也可以搭T恤 然後你搭高跟鞋是不一樣 搭靴子是不一樣 搭球鞋是不同的風格 拿這個 它這邊前面就看起來是牛仔 然後拼口 但後面是這樣 所以前面看好像是窄裙 我常常都會說這個穿起來 有點像瓢蟲的感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已故的黃淑琦老師 然後我認識她非常非常的久 那時候她還在的時候 我買的這件皮外套 然後上面有毛 所以你可以中性 你也可以女性 然後很保暖 這一件呢洋裝 它就是前面是羊毛 然後後面是做了一個這樣的拼接 這件洋裝呢 就是那時候我拍姐的時代 在記者會上穿的那一套 我自己個人認為我算還蠻理智型 像這一次呢我去巴黎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好 我什麼東西都不要亂買 我只要著重一個品牌 就是小菊盒 我就是反正就是要買到它 然後我也知道它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難買 所以我就說我下飛機 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衝去找它 不誇張 大排長了 而且那天嚇大的 然後她就說不好意思 那時候今天的預約已經滿了 可能妳明天要再來 我說蛤 預約 為什麼我進去什麼都沒有買到 你知道那種女人那種 那種理智線斷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 所以第二天我又去排隊了 10點鐘我就到了店門口 一看 又是大排長了 我心裡真的很涼 你懂嗎 有什麼 我就買什麼 已經到達這種程度了 我覺得 這邊都是我最近家店 所有買到的東西 這雙樂福鞋 皮革很軟 然後底很軟 不會很硬 然後又買了一雙短靴 這個就是他們很經典的小手環 我也買了一個帽子 但這些都是我平常非常喜歡 然後也會用得到的東西 這一個我其中的願望清單 出去呢就是喜歡就是很輕鬆的 只要呢可以放一個手機 拿一個皮夾就夠了 重點來了 我終於買到了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豬皮包 買回來到現在其實我都很捨不得用 裡面就這樣小小的可以撞下手機啊 然後還有皮夾啊 它還有一些夾成 我的人生會有幾個點 然後想說可以犒賞自己 像我在30歲的那一年 我買了第一間自己的房子 我的家人就會告訴我家很重要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就是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至少你還有一個可以讓你遮風避雨的地方 接下來我的願望就是 在今年43歲的時候買了 所有女人夢幻的高級品牌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蠻好的 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成長 因為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靠著我 努力的工作然後存錢 然後獲得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OK 話說女明星都是蜈蚣 對 沒錯 我是另外一隻蜈蚣 這一面牆就是我的鞋櫃 但不只這樣喔 還有 我去香港兩年工作回來之後 我才開始買我的第一雙高跟鞋 也因為它讓我認識了這個品牌 我覺得它很好穿 那因為第一次買高跟鞋 所以我就買了最舒適的九公分 有一陣子這雙鞋非常非常的紅 就是女明星都必須要擁有的一雙 第一它紅的原因是天高厚高 第二因為它是這個膚色的 所以非常的好搭 這兩雙呢我稱它為新美姐鞋 是因為我上節目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單元就是介紹鞋 所以新美姐知道我很喜歡這個品牌的高跟鞋 它就送我這兩雙 但是它真的很高 穿起來整個是這個樣子 這兩雙鞋我要特別介紹 因為它對我來講是好運鞋 一個呢是我第一次在台灣主持 金鐘獎星光大道穿的鞋 它是那時候很流行的腳踝鞋 大家看這根 有嚇死人吧 這根這麼高 然後它前面又是防水高台 典禮結束之後 我無法動 我真的當下是 我就說等一下等一下 等我一下 我的腳麻了 那這一雙呢 意義更深刻了 它是我目前為止 唯一一次入圍金鐘獎 女配角的戰鞋 它對我來講意義非常的重大 我穿完那一次之後 我就把它收藏起來了 因為那是我入行15年來 第一次入圍 不知道我現在是在入圍 會不會又15年後 因為這一些毛孩們 帶給我很多很多的正面能量 我常常會告訴我自己 就是當我現在有能力的時候 我一定要可以幫助大家 所以我後來呢 因為接觸了他們之後 我就開始會做一些意脈 所得呢 我就會全數捐給就是公益團體 不管是跟毛孩有關的 或者是跟老人有關的 或者是跟小朋友育幼院有關的 身為一個工作人物 他必須要有這樣的使命 謝謝他們 我的家人 讓我更有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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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